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蔡主席上一次到现在的有关两岸的政策方面还是模模糊糊的 再这样讲讲不清楚 那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如果蔡英文今天当选的话 他可能是民进党版的马英九 那您怎么样子替这个蔡主席来做一个辩论 OK 我想是这样子了 这个以前大家都讲国民党就讲说这个蔡英文是一个空心菜 那其实蔡英文的他的政策其实写得很清楚 其实说在台湾的媒体环境以下 大家没有兴趣去看他的这个政见 只看到空心菜山 对对对 有新闻信嘛 有新闻信大家就看 那我想是这样子 那蔡英文的他这个政策性 其实政策的延续性是从这个民进党来的 那民进党他的主张是很清楚 一贯很清楚 他是以台湾为本体 坚持站在台湾的本体上 那我们跟世界各国来交往发展经贸 我想这守住台湾的本体 我们不可能会说为了做生意 把我们的这个主权都卖掉了 那我想这是跟国民党 这所谓现在这个权贵买办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嘛 那因为买办文化所得来这个利益 其实也像我们现在 薪资倒退15年 16年嘛 那根本是少数人在拥有嘛 所以这个所造成的 这跟中国交往所造成的这个弊病 其实大家台湾社会很清楚 所以我想这个站在台湾本土 就像以前李登辉的时代 这个陈水扁的时代 那站在台湾的本土的时候 我们一样是在中国去做生意啊 那也没有做得比较不好啊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也没有比马云九时代要差啊 都没有 所以我想这是延续着以台湾为本体 以主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发展 其实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是最健康的 那叶委员 我想刚刚刚蒋先生 对对 我是完全不同意刚刚蒋先生所提的这些东西 你想想看李登辉的时代呢 他也是整个延续国民党的这个时代 只是呢 他是民选的这个总统 那代表是中国国民党 那其实他的时代里面制造很多黑金啊 很多这些这个不好的这个文化 那陈水扁时代呢 基本上他是锁国的政策 限制呢 这个台商呢 到大陆投资 各式各样的限制 我们当然现在今天没有 并没有准备东西来呈现这些数据啦 其实数据是可以检验的啦 是可以大家来共同来检讨的啦 我不认为呢 在那一段时间呢 会有特别的好 我觉得呢 这个马英九一上台以后呢 所执行的这些政策 反合这个地区性的和平 然后第二呢 创造更多的这个机会 那今天呢 台湾会有有现在的这个发展呢 其实在这个七年半里面呢 是很多 是因为两岸的关系 跟国际上的这个关系呢 都处理的很好 金融危机 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也好 两岸的关系 人民的来往跟开放 这个都是一个是创举的啦 但是今天呢 马总统的声望比较低迷 就是因为呢 有些人 尤其台湾的这个媒体啊 很喜欢嘲弄人 尤其特别是喜欢嘲弄总统 反正一有什么问题 随便地方性的杀一个人 也说这个跟总统有关 这个根本就是 就是媒体炒作出来了 我觉得实际上 实际上并没有 并没有这样 所以您认为说马英九总统 实际上把前朝的一些问题 他把它转变过来 慢慢的已经在解决了 只是说这整个问题 他还没有完全的解决的情况之下 但是刚才蒋先生也提到 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 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那这个现象呢 在这个民进党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是因为国民党将这些财富 集中到所谓的财团身上 这一点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子 我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个指控 为什么呢 你所谓的薪资的这个调整呢 当然是企业在调整的嘛 那今天呢 公务人员的调整的薪水 也都是在调整的 公务人员薪水并没有说减少或怎么样 那企业本身呢 当然政府的公权力不能讲说 你企业一定要加钱 那企业本身赚的钱呢 他如果没有把这个薪资 下放到下面的人呢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除非你修法 把那个最低工资什么 慢慢的这个提高 这是第一点 那其实呢 贫富的这个差距呢 你其实到美国来看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并没有说跟台湾有 台湾跟他有多大的落差 在这种发展跟先进的国家 在这个贫富的差距呢 是越来越大呢 并不是台湾唯一的现象 不是 你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呢 贫穷的跟有钱的呢 那个差距也很大 你说他是共产国家嘛 他是共产国家 Support City应该是一样啊 没有这种现象啊 可是他慢慢走向 比较资本主义化的时候 这种现象就发生了 所以台湾的这种现象 美国的这种现象 跟世界政府发达国家的这个现象 除非呢 你这个国家 完全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线 你走挪威 走瑞典 北欧的这些国家 加了很重的税 那当然大家都是会一样 那江先生 我想如果像 如果照这个叶委员这样子讲 国民党就不用烦恼太阳花了 你也不用烦恼 去年的1.129 你都不用烦恼 因为那些都是假的 所以选票盖出来都是无效 都是假的 那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受害的人 他很清楚 到底是谁利益拿走 他们最清楚 所以为什么会有太阳花会出来反 到现在这个反克刚 反黑箱克刚 为什么连高中生都要出来反 所以我想 国民党可以 污着眼睛说 继续讲说 那时候别人弄的都是被人搞的 跟我没有关系 时代会把你淘汰掉 那我想说这个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看明年的选票开出来就知道嘛 是 所以您认为还是这个 您认为对于说这个小英的这条路线 您还是深具信心 我想是做对一个 身为一个台湾人来讲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站在台湾的土地上 再来发展 我想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那刚才蒋先生提到一个 我们最后 节目最后 我们稍微讨论一下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 就是说实际上到选战进行的时候 我们再来更深入的讨论 就是年轻选票的问题 去年其实这个九合一选举的 国民党的惨败 很多原因 很多的分析都认为说 跟之前的太阳化选运 有相当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年轻的选票 在国民党内部可以说是流失的 非常严重 而这一部分呢 民进党方面 似乎抓到了比较多的选票 甚至于造成了 造就了今天所谓的柯文哲的现象 那您认为说今天洪秀柱 实际上也是在国民党里头 很多人说他是国民党的老派的 这个候选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在这边 就是说在海外 会不会很担心说 这年轻选票到哪里去 国民党怎么吸引更多的年轻选票 对对对 这个因为现在是一时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 Internet 这种Social Media 能够尽量的来发挥 那之前的国民党的选战 没有用到这一方面 所以就吃了很大的亏 那所以这一次呢 我当然也希望洪秀柱来打选战的时候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多加强 能够多利用 这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我也不可否认 年轻的选票是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有一点呢 刚刚蒋先生提到了 就是说今天 今天国民党是在台湾 今天国民党并不是在大陆 今天国民党也是要为了台湾 也不是说民进党就是为台湾 国民党就是要为某些人 那绝对不是这种事情 国民党所做的所做的 各方面的措施也都是为了台湾好 绝对没有说要为了某一个人好 所以今天所有的施政 其实民进党要为台湾好 国民党也是要为台湾好 其实今天呢 如果任何一个政党呢 走的都是一个中道的路线 就是为了这个整个都是为台湾的好 来争取大家的选票 这是大家全民有福气 但是呢如果说硬要说 OK今天分成说 国民党就是这个所谓的统派 民进党就是所谓的 喊着就是台湾是他独有的名字 我想这都是不对的 总之在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 实施这么久以来 希望能够有更理性的选择 也就是其实两位候选都已经提出了 希望能够做一个比较不一样 有格调的一个选举 那么最后一分钟时间 我想请二位稍微说一下 您对于这个候选的期待 以及对于他们的建言 每一位一分钟 我想是这样子 这个对小英来讲 那我基本上我觉得 他在这一两年来改变了很多 就是他从以前的 他其实他跟这个社会运动 其实他有一个落脊落脊的一个关系 那到后来其实他也慢慢体会到 这个社会运动 这个学生运动 这个东西其实对他冲击很大 那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去了解说 社会的迈动是怎么样 那包括能够去接纳这个 从太阳化之后 他能够去接纳这个 比较年轻人的意见 包括他现在能够这个敞开心胸 跟这个其他的这个第三势力 他们来协调 那我想这一个 从这一个方面来看 其实民进党在这一方面 他走得很快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民进党 要去做的一个路线 持续做下去 没有错 那这对未来的民进党的改变 对未来的民进党的整个 这个在台湾的执政 会有很大的帮忙 谢谢叶委员 那我说给红秀柱一个 几点建议 第一个呢 多花点时间呢 台湾走透透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多利用这个 也不是利用啦 多使用 多提拔年轻人上来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新的时代 我们都必须要交替的 那第三点呢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政策跟发表呢 能够站在一个比较中间 而且稳定的这个路线呢 来交代给所有的老百姓 然后呢 是造福老百姓的 好 谢谢两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呢 是在这个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之后 我们的第一集节目 那么当然选战 两个女人的战争 才刚刚开罗 未来的这个戏码会越来越精彩 请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常谈天下是 侨胞看大学的系列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